我要举整个绣楼之礼 绣一幅更宏大 更让世人称颂的 烟雨绣出来 那你可真是好口才 既能说动孙家 不是我口才好 是孙娘子 自己看上了曹小娘子 孙娘子怎么会知道 她一个小门小户的女子 曹小娘子在烟雨绣楼 绣行了有一段时间了 前段时间孙娘子大寿 这曹小娘子啊 就亲自绣了一幅 万寿图作为寿礼 你们也知道 孙娘子啊 最看重女子的女工德行 又数着烟雨绣楼的绣衣 最得她心 所以自然对这曹小娘子 多了几分青睐 如此说来 这曹小娘子能得这门亲事 倒是多亏了这阴雨绣楼啊 那是她自己的好福气 不知这阴雨绣楼 几时在收徒 我替我家小妖啊 也留意留意 就是啊 我家六娘从小女工 就让我操碎了心 正好送你那儿 熏陶熏陶 就是就是 来 吃个橘子 枣子也好吃的 你们也是啊 嗯 先生 新来的一批绣女 已经安顿好了 好 让人去给我准备一副绣架 越大越好 先生 您这是要绣什么 落梅 为何不是梅花 而是落梅呢 开在枝头的梅花 太过艳俗 落在雪中的梅 才是最美的 是 竟被贼人糟蹋成这样 可惜了 这幅雪中落梅图 我绣了许多年 越绣越觉得小气 没什么可惜的 这次 我要举整个绣楼之力 绣一幅更宏大 更让世人称颂的 烟雨绣出来 烟雨绣出来